我是救赎文女主,最大的爱好就是在路边剪一些眼下耳聋的男人 一招穿进恐怖游戏,所有人都在疯狂逃命 我顺手将路边穿着粉色蓬蓬裙的红筒小正太抱起,一口亲在她脸上 别怕,姐姐保护你 最后,小正太成了大boss 我惊恐甩手,数十条黑色触手却在瞬间将我缠绕 两米高的大boss撇起獠牙,撇起我的衣摆 姐姐,喜欢分开来,还是一起上 订阅恋恋推文,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正文现在开始 欢迎玩家进入副本薛梦学院副本等级,SSS副本人数 二十人通关条件,三天内到达顶层温馨提醒 天黑之后,请不要外出,乖孩子要遵守校规哦 另外,找出隐藏boss会有额外奖励哦 细细,祝各位玩家游戏愉快,冰冷诡异的电子音从耳边消散 一阵凉风吹过,我忍不住打个寒战 什么副本 我下一个任务不是就熟校园文中遭受霸凌的男主吗 白雾蒙蒙,秀气满满的铁门顶上血梦学院几个大字异常显眼 我闽纯,心如死灰 说了八百遍了让主神修护系统,为了省大撒瓜俩枣,就是不肯 这下好了,系统出错了 我像往常一样呼唤001,脑内一片死寂 算了,出去了再找他们算账,这一趟就当是来旅游了 我回神,抬眼才发现周围站满了人 大家神色各异,但打量我的眼神都不太友好 胡子肌肉难,将一个东西扔了过来 圆滚滚的皮球滚到我的脚下,我才看清 这竟然是一个长着头发的骷髅头 我不禁往后退了一步,惊呼声在一片寂静里,格外刺耳 JK女立马不屑地翻了个白眼,又是新人 就这点胆子,一会儿可别来我们这队 环顾四周,除我之外,其他人神色自若 看起来应该都是老玩家 游戏规则里并没有说组队 可他们默契地分成了两个队伍 一队以胡子肌肉难为首 另一队以一个长相斯文的眼镜难为首 两边气氛很微妙 JK女说完,眼镜难看了我一眼,并未反驳 倒是肌肉难摸了摸胡子,盯着我的表情不怀好意 长得倒是挺漂亮 身旁的黄毛扯了他一把,提醒道 你忘了,阿杰是怎么死的了吗 肌肉难脸色一变,立马收回了眼神 被两边当成皮球踢来踢去 最后,我还是落单了 耳边响起刺耳的叮铃声,游戏开始了 在众人看不到的地方,弹幕翻滚 新人妹妹好可怜啊 一来就挑战3S难度就算了,还落单了 呵呵,新人除了拖后腿还会干什么 恐怖游戏里可不需要花瓶,这是会死人的 就是 上个副本火山岩浆,阿杰都快通关了 硬生生被新人拽了下去 瞬间就冒烟了 嘿嘿,吓住了,吓住了 我赌新人又是第一个死 跟一个,毫无悬念 教学楼一楼大厅,中间摆着一个巨型倒台 左右两边的楼梯蜿蜒向上 镜头处一片漆黑,仿佛看不到镜头 倒台内站着一个身形诡异的男人 脑袋90度向上折叠 朝着天花板,只留修长的脖梗面对我们 手中的圆形铁片不断往前伸 嘴里机械地重复着 半张校园卡 半张校园卡 肌肉男不愧是老玩家,面对这种NPC一点都不带怕的 他将手中的铁刀往台上一放 凶神恶煞地问道,哪边楼梯上去 男人不理他,依旧重复那一句话 肌肉男面色一冷,挥起铁刀就砍了上去 脑袋掉了下来,咕噜咕噜滚到我脚边 脸轻密地贴在地上 男人此刻脖子上空空如也 却连位置都没意义下 他手上动作不停,半张校园卡 半张校园卡 眼镜男完全不掩饰对肌肉男这种莽夫的嫌弃 他指挥道,冰分两路,我们走左,你们往右 肌肉男嚷道,凭什么听你的 这是目前最省事的办法 可他就是看不惯眼镜男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总要唱反调 我们走左 他大刀一挥,挤开眼镜男,带着人朝左去了 眼镜男也没多说 只从兜里掏出一块蓝色手帕 仔细地擦了擦被碰到的位置 便从右边楼梯上去了 两队人消失在楼梯口 我才弯腰捡起脚边的脑袋 看清他的脸后,我一震 哟呵,您猜怎么着 这竟然还是个熟人 魏祥,你怎么在这儿 魏祥是我上上的未面就熟的男主 爹不疼娘不爱 父亲家暴打掉了他的左眼 最后还是我带他装了一眼 才让他与旁人看起来无异 此时他左眼空空 一个大黑窟窿顶在脸上 看着还有些圣人 你来这儿兼职NPC了 主神给你多少积分啊 给我透露一下呗 魏祥抿了抿唇,表示不能透露 扮张校园卡 我别嘴,你我同为打工人 帮主神保密 你怕不是脑子进水了 我举起他的脑袋 泄愤地摇了摇 哗啦哗啦 他喵的,还真是脑子进水了 嗯,我沉默地将脑袋装回他的脖子 为表歉意 还顺手扮了张校园卡 单方面和魏祥告别后 我捏住手里的那个自称为校园卡的铁片 开始在一楼晃荡 见过我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行动后 弹幕又开始热闹了 这妹子真是花牢 跟NPC也能聊起来 明明就是被吓的精神状态都不对了 什么主神,卫面,都什么玩意儿 听都没听说过 话说他在一楼晃荡什么 天都要黑了 还不上楼找房间待着 能进3S级副本 如果不是系统出问题的话 我倒觉得这妹子看上去不简单啊 弹幕上热闹非凡 我却对此一无所知 问我在干嘛 我在找电梯啊 这栋楼有九层 国家有规定 六楼以上必须装电梯 鬼楼也不能例外 不然小心我出去了 上街道办事处举报 天色渐暗 黑夜从远处袭来 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把一楼转了个遍后 我终于在走廊尽头 发现了异常 墙上的瓷砖缝不齐 我上手一敲 里面是空的 握紧拳头砸了两下 没反应 看来还是得借用工具 我灵机一动 跑到倒台处 蹲下身抱住了魏祥的大腿 哥妈 对不住了 借你大腿用 咔嚓一声 一整条右腿被完全卸下 我抱着小腿 框框就往墙上拼命地砸 妈呀 这妹子是真疯了 拿NPC的大腿砸墙 年轻人真会玩 莫不是真的被吓傻了 我去 你们看墙 真的裂了一条缝 面前缝隙逐渐变大 我抹了把汗水 砸得更用力了 不消片刻 瓷砖全部脱落 眼前赫然出现了一个电梯 弹幕 我为自己的浅见道歉 任务完成 我吭哧吭哧地把大腿给魏祥还回去 拍了拍他的肩 真诚道 谢了 兄弟 下次请你吃饭 魏祥嘴角一抽 近乎绝望地闭上了眼 电梯要刷卡 我从兜里掏出校园卡 试探性地往上一放 第一 头顶亮了绿灯 电梯门开了 迈不往里 刚站了一秒 电梯就开始发出警报 警告 警告 一卡只能通行一个人 一卡只能通行一个人 角落的监控 360度疯狂旋转 红色警报灯不停闪烁 我左右转动脑袋 四周都是空气 哪里还有别人 睁大你的狗眼看看 这里只有你姑奶奶一个人 喇叭不停 依旧叫嚣 警告 警告 突然 衣服被人扯了一下 我低头穿着粉色蓬蓬裙的小朋友 正攥着我的裙摆 一张白白的小脸蛋 黑发红铜 水嫩嫩的小嘴巴轻轻嘟着 线长浓密的睫毛 随着大眼睛不停地扑闪 像枝纷飞的蝴蝶 好可爱的小团子 我蹲下身 和小团子平视 宝贝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宝贝 你爸爸妈妈呢 宝贝 你叫什么名字啊 徐氏被我一口一个宝贝叫得烦了 小团子鼓着脸蛋 你不记得我了 突如其来的质问 给我问懵了 我犹豫到 我应该认识你吗 小团子瞪了我一眼 半嗓才扭扭捏捏地开口 我叫贺景 这次不能再忘了 声音懦懦的 简直没把我心填化 好的宝贝 贺景看我一眼 不再说话 而是伸手往上指了指 意思是 他想上楼 你有电梯卡吗 贺景摇头 头上警报依旧在响 我环顾四周 目光落在了我长到脚踝的裙子上 我将裙摆撩起 冲着没我腿高的贺景挑眉 进来 贺景满脸惊恐 头摇得跟个波浪鼓似的 我穿裤子了 见他依旧犹豫 我故意加重语气 贺景愣了一下 随即两只小肉手捂上眼睛 视死如归地钻了进来 头顶的摄像头 呆头呆脑地转了两圈 停了警报声 楼层按钮是一到八 却只有三楼能按动 天色已晚 没时间纠结 我只能带着贺景去了三楼 电梯门一开 树枝蝙蝠扑面而来 腿边的人搜索了一下 抱着我腿的力气紧了紧 好在这些蝙蝠 似乎并没有攻击人的意愿 飞了一圈后 又倒挂在天花板上 一动不动了 我把贺景抱起 安慰地拍了拍他的背 别怕 姐姐保护你 说完 我又忍不住 往他肉嘟嘟的小脸上 拖了个香 真软和 贺景侧过头看我 白皙的双颊瞬间变得通红 他抿着唇 眼神里有些 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而最终 他只是将脸埋进我的颈窝 夜如道 姐姐耍流氓 走廊空荡荡的 不见一个人影 看样子 其他人应该还停留在二楼 暮色低垂 在天边唯一一抹光亮彻底消失前 我抱着贺景 一脚踹开了距离最近的房间 反手关上门 屋内一片漆黑 唯有两只火红的小珠子 在黑暗里明明灭灭 我定睛看着 认真道 宝贝 你还能再亮点吗 红光扑扇两下 似是读懂了我的意思 贺景闷声拒绝 我眼睛不是灯泡 我扎扎嘴 颇感遗憾 随即从裙摆上 撕下一块布条 团成团 从兜里掏出两块碎石 摩擦 火光微弱 却也照亮了抑郁之地 看不到的地方 弹幕又开始热闹起来 这姐还有多少惊喜 是我不知道的 到底经历了什么 她竟然会随身带着这玩意儿 看起来若不禁风 没想到竟然是个隐藏大佬 别这么快下定义 晚上才是最恐怖 众人的讨论我一概不知 只是珍惜地将伙食 揣回了兜里 这是我花了巨款 五千积分换的 可不能丢了 当救赎问女主这么多年 我跑过一千多个未免 什么样的情况没见过 早已练得无所畏惧 唯有一个弱点 那就是怕冷 记得有一次被传送至远古世界 原始密林里 雨下了一个多月 我躲在山洞里 冷得瑟瑟发抖 差点出师位截身先死 后来任务完成 我第一件事 就是去积分商店 换了两块碎石 随身携带 以备不时之需 别问为什么不换打火机 这玩意儿在古代的时候 又不能用 盯的一声 冰冷的电子音打破回忆 在空旷的房间里 360度无死角环绕 小红是个贪吃的小姑娘 砰砰跳的心脏 是她的最爱 可妈妈不让她吃 为了填饱肚子 小红只能在妈妈睡着后 悄悄出门 帮助小红填饱肚子 可获得终极BOSS的线索 副本剩余人数 17人温馨提醒 暮色降临 白鬼夜行 请同学们注意关好门窗哦 够耐 节节节节节 17人 这么快就死了三个了 将从柜子里搜出的酒精灯点上 火光摇曳 我这才勉强看清屋内的整体情况 应该是个实验室 角落处和几个玻璃展示柜里 摆放着好几具人体骨架 也不知道是模型还是真的 一百被人扯了扯 我低头 贺景揉了揉眼睛 睡眼心松 困了 我摸了摸她的柔软的卷发 贺景眨了眨眼 无声点了点头 我环顾四周 将散落的椅子搭在一起 拼凑出了一张简易的床 过来 我躺在上面 对贺景招了招手 许是真的困了 她此时也顾不上害羞 乖乖地爬到了我的身旁 酒精灯熄灭 屋子重归黑暗 我伸手将软乎乎的贺景 抱入怀中 溅入梦乡 滴答滴答 粘稠的液体 滴到我的眼皮 脸上 甚至唇边 我伸手摸了摸 嘟闹一声 翻了个身继续睡 身后的铁门 发出滋啦滋啦的声响 像是有人在用指甲挠门 空气中 弥漫着一股浓重的铁锈味 我皱眉 将贺景抱得更紧了些 半梦半醒的呢喃道 宝贝 你是不是好几个月都没洗澡了 我怎么感觉你都臭了 没人答话 手心冰凉 我这才感觉到不对劲 我胖乎乎 软绵绵的小团子呢 怎么这么个手 掀起眼皮 面前的场景 差点没亮瞎我的眼 我抱着的不是贺景 而是一个通体发着白光的荧光棒 似是见我醒了 荧光棒笑了起来 嘴角咧到耳边 露出森森白牙 中间含着的不明物体 还在滴着年夜 我揉了揉眼睛 这才看清 那是一颗还在缓缓跳动的心脏 我这才明白 面前这个穿着红裙子 白到发光的人形圆柱体 应该就是那个 爱吃人心脏的小红了 胸口传来一阵刺痛 我低头 如尖刀一般锋利的红色 指甲划破了我的衣服 雪白的肌肤上有细腻的血珠渗出 再晚醒一点 恐怕现在在他嘴里的就是我了 我骤然松了口气 又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贺景呢 明明我睡前还把他抱在怀里呢 怎么醒来就变成荧光棒啊 难道 我看向面前咀嚼得津津有味的小红 不可思议地瞪大了双眼 你把小团子给吃了 小红愣了一瞬 歪了歪头 似是在理解我的意思 卖什么萌 我问你话呢 我暴怒 猛地从椅子上跳起来 捏住了他命运的脖梗 一把将他甩到墙上 随即发挥出 我穿过上千位面学过的跆拳道 空手道 柔道 太极拳 弥宗拳 太拳 堂王拳 咏春拳 那么可爱的小团子 你给一口吃了 我都舍不得碰他 天杀的 我要把你打成苏菲超薄卫生巾 此时 小红整个身体都贴在墙上 变成了薄薄一片 这可能是他这辈子最瘦的时候了 他弱弱地举起手 白色的瞳孔变得暗淡 嘴唇微张 似是想说些什么 又被我一拳给招呼了过去 弹幕炸了 在恐怖游戏里怒垂厉鬼的 这解释第一个 众所周知 率是一种感觉 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 姐你就是我的 D10086家个老公了 老公 捶了他可不许再捶我 刘老公 在床上也是这么萌吗 你们楼上说 骚话的注意点 口水都流到我眼睛了 小红此时已经和纸一样薄了 轻飘飘地掉到了地上 他哭泣 这个世界上 根本没人在意他的死活 地上一滩血水 散发着难以描述的恶臭 比二舅妈家死了三年的母猪还臭 这是刚刚小红从肚子里吐出来的 我蹲在一旁 抹了抹眼角挤出的几滴眼泪 悲怆不已 小团子呦 你怎么呦 这么可怜 呦 浓烈的湿臭味 争先恐后地涌入鼻子里 我还没来得及哭完喪 就忍不住在一旁干呕起来 这不能怪我 主要是真的是太臭了 又不知不觉间 如墨般的黑夜逐渐退散 一抹沉曦透进屋内 天亮了 小红贴在地上 身上的白光越来越淡 想起小团子葬身他父 我悲愤不已 伸手就要将他五马分尸 突然 一道轻亮的嗓音 从身后传来 姐姐 我扭头 瞬间正住 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 十八九岁模样的少年 身形挺拔 眉目如画 一双桃花眼中 带着淡淡的笑意 红铜似火 仿佛涌动着滚烫的热议 少年靠近了些 比我还高了一个头 他薄唇轻起 又唤了一声 姐姐 我眨眨眼 内心翻江倒海 最后吐出一句 帅哥你谁 姐姐你不认得我了吗 我是贺景啊 帅哥委屈 我震惊 小团子没死 还一夜长成了大帅哥 我他喵得转妈了呀 不是 只是不知道 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总感觉 他这张脸有点眼熟 地上传来一阵 孱弱的呼救 意识到那是什么声音后 我僵硬地转过身子 面上浮现出一丝 久违的尴尬 我好像打错鬼了 小红此刻 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他好像快要碎了 于是我连忙找来打气筒 给他做人工呼吸 在我的努力下 他一点点膨胀起来 逐渐恢复了原样 我依旧卖力打气 小红之前太瘦了 为了弥补 我让他变胖点 嗯嗯嗯 小红都感动哭了 我擦了擦额头的汗 大意凛然道 乐于助人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不用谢我 叫我雷锋就好 呜呜呜呜 小红哭得更大声了 我内心的骄傲油然而生 打气打得更起劲了 突然 一只骨节分明的手 拦住了我的动作 姐姐 你再打 他就要报了 贺景无奈道 含笑的眼眸里 隐约还带着几分宠溺 我老脸一红 眼神躲闪 看着小红比之前 胖了一倍的身体 这才不情不愿地 收起打气筒 给小红打伤了结 小红看向贺景 眼含热泪 那模样 如同看到了再生父母 你这里是怎么了 贺景簇着眉 看向我胸前露出的血痕 语气骤然变冷 我条件反射地 看向一旁 又极快地收回眼神 小红僵住 小红心虚 小红转身 小红想跑 贺景捏着拳头上前 我急忙拦住她 小红极有眼色地 藏在了我的身后 在你之前 我已经把她 打成超过卫生巾了 好说歹说 才把人劝下来 贺景看着我的伤口 满目怜惜 像是被蛊惑一般 她俯身下来 胸口处传来一阵湿热 我猛然震住 贺景在舔我的伤口 大脑一片空白 仿佛被雷击了一般 姐姐 痛不痛啊 我机械地念出 脑子里的答案 再晚点 伤口都要愈合了 贺景沉默 走廊外传来 叽叽喳喳的吵闹声 随后房门 被人一脚踹开 我一把将身前的人分开 贺景舔了舔唇脚 慢条思理地直起身子 垂眼逆向门口 我说门怎么关得这么紧 这骚娘们 在里面偷人呢 肌肉男头发凌乱 眼下乌黑 身上也有深浅不一的伤口 在他身后的眼镜男等人 都是如此 一群人稀稀拉拉地站着 肉眼可见的人数少了 完全没了初见识的风光 看来 他们昨晚过得并不舒坦 他们过得不舒坦 那我就舒坦了 我眯着眼 嘴角勾出淡淡的笑来 你笑什么 肌肉男恼羞成怒 双目击予喷火 他瞥了一眼贺景 吃笑 这小戏狗能满足你吗 你过来跪下叫声哥哥 说不定我还能满足满足你 这个骚货 话音刚落 身旁闪过一道人影 砰的一声 肌肉男被一拳揍到墙上 嘴角溢出血沫 贺景揉了揉手 冷冷道 不会说话 就把嘴缝起来 四下一片死寂 贺景抬眸 门口一行人一哆嗦 不住地往后退 突然 空气中传来微弱的声响 嘻嘻嘻嘻 越来越近 随后 数以万计的黑虫 从四面八方赶来 天花板 地缝 下水管道 马桶 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JK女满目惊恐 靠 别爬我身上啊 呜 别咬我 不同于他们的慌乱 这些黑虫看起来像是训练有素的士兵 他们有同一个目的地 此刻牵在墙上奄奄一袭的肌肉男 密密麻麻的黑虫 将肌肉男包的密不透风 它甚至没来得及发出痛苦的哀嚎 就变成了一家森森白骨 最后连骨头都被啃得一干二净 若不是墙上的人形裂缝还在 恐怕有人会怀疑 刚刚的一切都是一场幻觉 站在门口目睹了过程的人 此刻都面如死灰 此时 熟悉的电子音响起 三楼将在一小时后关闭 无关人员请不要在此逗留 围者 无条件抹杀 天亮了 小红妈妈找不到小红 大发雷霆 请乘坐电梯 将小红送回六楼 副本剩余人数 九人 祝各位玩家游戏愉快 冰冷的机械音 将众人从恍惚中拉回来 眼镜男朝贺景看了一眼 欲言又止 最后他开口对我说 人多力量大 不然我们合作吧 JK女扯了扯眼镜男的手 满脸不情愿 却背起狠狠地弯了一眼 看着他们的小动作 我不觉得有些好笑 昨天嫌弃我的是他们 现在巴巴网上凑了还是他们 我收回眼神 没理会那并不真诚的邀约 刚刚系统倒是提醒了我 有件事我好像还没做 Boss的线索是什么 我看向小红 小红嘟着嘴 委屈地开口 我肚子还没饱 这意思是 我们还没完成任务 我伸手 摸向她圆滚滚的肚子 惊讶 肚子这么大 还说没吃饱 我扶了扶下巴 若有所思 随后将刚刚的打气筒举起来 十分真诚道 要不要再来点 小红瞪大双眼 像是回忆起了什么 满脸惊恐 不 不要了 我饱了 真的假的 不要跟我客气吗 真的饱了 我现在就告诉你线索 见她拾去 我哼笑一声 将打气筒收回兜里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小红眯着眼睛 摸了摸并不存在的胡子 故作高深道 眼前 不知怎么 听到这句话 我第一反应 竟是看向身旁的贺景 一夜之间 从小正态 变成比我还高的轻松少年 这生长速度 三阿哥都得问他要秘方 注意到我的视线 贺景扭头和我对视 他眼睛弯起 笑起来时 嘴角有两个十分可爱的小虎牙 我一正 心脏像是被什么击中一般 砰砰直跳 美色不仅迷惑了我的双眼 还迷惑了我的心智 我晕乎乎的想 大boss都是长得青年獠牙 十只眼睛 二十双手的怪物 又丑又难看 我家小团子这么漂亮 怎么可能是大boss呢 没错 就是这样 看来boss并有其人 房间响起铃声 脾醒时间不多了 人工呼吸做得太多 小虹现在向着打满气的气球 圆滚滚的 美脉一步都十分困难 我沉思片刻 随即低头 用脑袋在他全身蹭了一遍 由于静电作用 小虹缓缓扶到了空中 贺景将一根细绳递给我 我面上浮现一丝意外 没想到这小子竟然这么懂我 这感觉就像什么 我杀人 他递刀 不对 我拉屎 他递指 这个形容好像有点怪怪的 不管了 反正我现在心头甜蜜蜜的 甚至都开始觉得 小虹那浮肿的脸 十分没清目秀了 我接过细绳 迅速将它绕了个圈 熟练地拴在小虹脚上 然后一手抓着绳子 一手牵起贺景的手 倘若无人地朝外走去 许是被我的操作惊到 站在门口的一行人 全都目瞪口呆 弹幕也和他们是同样的反应 灵姐总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在3S的副本里 把厉鬼当气球放 就问还有谁 俗话说 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灵姐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恐怖游戏也一样 又能打 又聪明 又漂亮 天杀的 这就是我命中注定的老婆 下个副本 我还要看到我老婆 系统听到没 加一 像这样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的玩家不多了 老婆一定要成功过关啊 我积分可全都压在你身上了 M 但是你们的老婆 现在好像在耍流氓 此时的我完全不知道 自己身上背负着多少人的希望 只顾着偷香 小团子的手好滑 好白 就是有点凉 没关系 我可以用我的火热温暖它 嘿嘿 我左摸摸 右蹭蹭 悄悄抬眼 发现贺景的表情并无异样后 我内心窃喜 动作更大胆了些 伸出食指妈撒掌心 结果下一瞬 就被人紧紧抓住 然后食指向扣 贺景双眸含笑 宛若春水 她微微低头 凑到我耳边 故意压低声音道 姐姐 这才是牵手 你刚刚那时在调情 薄唇轻轻擦过耳垂 温热的气息涌入脖梗 惹得我一阵战力 我不自觉地缩了缩脖子 面上浮现一丝陀红 臭情侣 我要投诉你们 带坏未成年 小红扶在高处 将我们的动作尽收眼底 此刻 她红着脸 气鼓鼓地将脑袋扭到一旁 做出一副没眼看的样子 我和贺景相视一笑 没理会她的小动作 刚走进电梯 眼镜男一行人 几乎是前后脚就走了进来 看来 刚刚他们一直跟在我们身后 许是游戏规则有改变 这次上楼 不需要刷卡 JK女 走在最后 几乎是在她卖脚的一瞬间 电梯发出了刺耳的警报声 电梯超重 无法运行 电梯超重 无法运行 除了警报声外 电梯内没人说话 但几乎是所有人的眼神 都落在了最后一个进来的人身上 目光如尖刀 在进行无形的驱逐 JK女面色白得吓人 她抬头望向眼镜男 眼里满是祈求 阿哲 眼镜男面露犹豫 可最终还是一开了眼 名义上她是队长 可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候 可没人会听她的 此时 冰冷电子音发出无情警告 三楼即将关闭 请不要在此逗留 尾者 抹杀 倒计时一分钟 六十 五十九 五十八 五十七 逐字递减的数字 敲打在每个人的心头 像是黄泉边的呼唤 没有时间僵持了 别因为你一个人 害了我们全部 自己出去 还是我帮你 一个黄毛站了出来 JK女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双眼通红 在床上的时候为了爽 宝贝 老婆换着叫 下了床就翻脸不认人是吧 我早该知道 你们男人就是只会用 下半身思考的贱人 她劈头盖脸地骂着 私下那档子是被全部抖出来 黄毛的脸色难看极了 似是恼羞成怒 她直接开始动手推嗓 你走不走 别碰我 我自己会走 JK女狠狠地弯了她一眼 随即转过了身 见她妥协 电梯内的众人明显都松了一口气 然而事实证明 这口气松得太早了 JK女在迈出电梯的那一刻 猛然回头 将一把手掌大小的匕首 稳准狠地插进了黄毛的胸口 鲜血四剑 JK女转身 一脚将黄毛踢了出去 同一时间 倒计时结束 电梯门关闭 开始缓缓上升 JK女面无表情 满脸的鲜血 趁着她活像个罗刹女 脚下传来凄厉的惨叫 像是在被什么东西啃食 电梯内一片死寂 从现在开始 他们这个本就不怎么团结的队伍 怕是彻底分崩离析了 电梯稳稳停在六楼 映入眼帘的 依旧是长得看不到尽头的走廊 突然 远处出现一道白影 飞快向我袭来 手中传来刺痛 小红被人抢走了 而抢走她的正是 我看着面前几乎小红等比例放大的荧光棒 瞬间定下了她的身份 想来这就是小红的妈妈 大红了吧 又悄悄跑出去是吧 大红一巴掌拍在小红屁股上 立声斥责道 一晚上就变得这么胖 又吃了多少黑心 又是一巴掌 小红双眼含泪 十分忧愿地朝我看来 她这一晚上吃的 全被打吐出来不说 还灌了一肚子的空气 触及她的目光 我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装作很忙地移开了目光 似是要好好给她一个教训 大红这次打得格外狠 小红受不了 哇哇地哭起来 然后挣脱束缚 将胖胖的身子 努力地藏在我的身后 你别过来 小红哆嗦着冲大红喊道 小心我让姐姐 把你打成超薄卫生巾 我 哄堂大笑了家人们 而贺景在听到 那声姐姐的瞬间 皱起了眉头 她伸手搂住我的肩 宣示主权一般 你自己没姐姐吗 为什么要把别人的姐姐叫姐姐 小红委屈嘟囔 我本来就没姐姐 贺景瞪她一眼 那也不许叫 大红也来到我面前 她眯着眼 语气危险 就是你带坏了我家小孩 大红坏 所以小红坏 我认真回答她 大红迷茫 大红了然 大红生气 大红想打我 然后 我如小红所言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把大红也揍成了超薄 大红瞬间缴械投降 小红熟练地从我兜里 拿出打气筒 给他妈妈做人工呼吸 不削片刻 大红也变成了胖宝宝 我满意地点了点头 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 大红感动得热泪盈眶 十分热情地 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 长长的桌子上 竖个精美的盘子 被端了上来 打开看看 大红十分期待地看着我们 啊 麻子脸尖叫出声 铁质的盖子掉在地上 发出哐当的声响 在他面前的盘子里 赫然摆满了爬行的蟑螂 他面色惊恐 崩溃大叫 我不吃 大红沉下脸 几乎瞬间 就站到了麻子脸的身后 他手贴在麻子脸的脑袋上 然后咔嚓一声 头身分离 麻子脸甚至都来不及求饶 挑食可不是好孩子 随即他将目光转向其他人 露出一抹十分圣人的笑 怎么 不合你们胃口吗 说这话时 他手上还滴溜着麻子脸的脑袋 众人面色顺变 胖子哆哆嗦嗦地 将面前盘子里的蜘蛛 一口塞进嘴里 但黄色的枝叶从嘴角溢出 一嘴包不下 最后全被他给喷了出来 看着眼前的一片狼藉 大红眉头紧皱 别杀我 别杀我 胖子跪在地上哭着求饶 可惜没有用 一下子少了两个人 剩下的安分多了 都开始沉默地进食 JK女挑起面前还在蠕动地驱虫 面不改色地放进了嘴中 眼睛难看了他一眼 一口咬断了蜈蚣的身子 看了他们 我搓了搓手 对我眼前的东西产生了巨大的期待 接过上千个任务 我什么地方没去过 什么东西没吃过 就是这些虫子生吃的话 有点难吃罢了 切开盖子 我看着盘子里的草莓蛋糕 瞬间傻眼了 我疑惑地看向大红 大红傲娇扭头 贺景拍了拍我的手背 温声道 吃吧 他不敢做其他的 哦 我倒也不是担心这个 嗯 我眨眼 疑惑抬头 你怎么知道 贺景笑而不语 我颓败 好不容易才压下 你是大boss的猜测 这人怎么还自己掉马甲呀 第二夜来临 大红给安排了一个大屋子 一米八的大床 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贺景仰躺在床上冲我招手 过来 我红着脸 扭捏道 这样不太好吧 人家都还没准备好呢 贺景失笑 将我打横抱上床 宽大的手掌 轻轻抚过我的脸侧 眼神温柔 体温骤然上升 一片暧昧中 我搂住贺景的脖子 将他拉得更近 闻我 我说 男人鸿眸沉沉 让人无法不为他沉迷 双唇即将向贴时 他像是想起什么一般 红铜微闪 与此同时 数万人观看的直播页面 瞬间黑屏 弹幕都炸了 嗯 系统故障了 没有啊 眼睛男 他们那边是正常的 可恶 刚到关键时刻 有什么是我 sweep不能看的 啊呀 我的老婆 我那么大一个老婆 唇齿娇缠 这小子技术未免太好了些 仿佛做过无数遍 我喘着粗气 问 跟谁学的 贺景定定地看着我 语气沉溺 你 情到深处 我扶着贺景的肩 努力不让自己颤抖 一阵黏腻的触感 却在背上滑过 我色缩 这是什么 不是已经有一个了吗 贺景闷笑 凑过来闻我的唇 没忍住 下次有机会 给你看看他们 那 最后 我终于受不了 闭上眼彻底睡了过去 这一夜 没有了奇奇怪怪的东西打扰 我睡得格外沉 醒来时 已经天光大亮 贺景也不在 不知道昨夜发生了什么 走到客厅时 众人都是满目眷色 我环顾四周 敏锐地 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又少了两个人 二十人的队伍 此刻只剩下四个人了 眼镜男 JK女 一个瘸腿男 再加一个我 没来得及整理思绪 电子音出现 又开始颁布任务了 六楼将在一小时后关闭 无关人员 请不要在此楼层逗留 围者 无差别抹杀 小明是小红的好朋友 最喜欢吃棒棒糖 请乘坐电梯到八楼 并将棒棒糖带给小明 副本剩余人数 四人住个为玩家游戏愉快 话音刚落 就见小红抱着一团东西 蹦蹦跳跳地过来了 这就是小明喜欢的棒棒糖 我看着他怀里抱着的 类似人形的大腿骨 不禁耿住 对呀 对呀 小红摇头晃脑 小明最喜欢这个了 那他为什么不自己去找 我疑惑 因为之前从来没有人到过八楼啊 小明自己可孤单了 小红把棒棒糖扔给瘸子 把我拉到了一边 贺锦哥哥让我把这个给你 小红将一枚戒指递给我 他说他在酒楼等你 我愣了一下 将戒指戴在了手上 尺寸刚好合适 临走时 小红扯着我的衣角 恋恋不舍道 姐姐 下次你还来吗 我含笑 下次再来把你打成超伯 小红耿住 立马推着我进了电梯 这次只有四个人 电梯也没再发出警告 平稳地停在了八楼 随意瞥了一下电梯按钮 发现并没有酒楼的标识 我皱眉 心底有了些不好的预感 电梯门刚打开 就被一坨不知名物体拦住了去路 不计其数的深土色蛆虫如洞着 他们凑在一起 粘强组成了一个人形 站在最前面的瘸子被吓得一哆嗦 条件反射地将手里的东西扔了出去 棒棒糖落在地上 从关节处断裂 瞬间成了两半 我瞳孔一缩 暗道不好 小红说 八楼只有小明自己在 所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一坨东西 应该就是小红的好朋友 小明 果然 小明看着地上坏了的棒棒糖 明显愣住了 随后 他扭过头 全身都变得火红 很明显 他生气了 眨眼间 瘸子被抓了过去 生气的小明 将瘸子放进了嘴里 咀嚼 吞咽 数以万计的蛆虫 几乎一瞬间就将他包围 最后淹没 直到再也听不见他的声音 四十觉得不好吃 小明最后又十分嫌弃地 将他吐了出来 瘸子僵硬地躺在地上 浑身都是乳白色的粘液 肚子鼓得像皮球 无数蛆虫争相恐后地从他嘴 耳朵 鼻子 眼睛中涌出 小明身上的颜色消退了些 从最初的火红变成了淡粉 红色没完全消失 这说明他并没有完全消气 也就是说 还有一个人要葬身他口 眼镜男和JK女对视一眼 同时拿出匕首 朝对方刺了一刀 至于为什么不打我 当然是因为打不过呀 自相残杀的戏码我 看得兴致缺缺 也并不想参与其中 但是当JK女朝我伸手时 我还是帮了 眼镜男在瞬间被吞噬 最后看见的是他不甘的面孔 连吞两人 小明已经彻底恢复了之前的颜色 他朝我们这边看了一眼 兴致缺缺地扭头走了 JK女坐在地上大喘粗气 他抬眼看着我 面色复杂道 谢谢 我白手 迈不朝走廊镜头走去 那里站着一个人 魏祥 我面露惊讶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哟 从一楼到八楼 你这升得够快啊 发达了可别忘了请我吃饭 魏祥嘴唇一抿 黑洞洞的眼眶里装满了无语 禁止和NPC套近乎 此时JK女刚巧过来 站到了我的身边 魏祥打量我俩一遍 语气严肃道 上九楼的通道只有一个 且只允许一人通过 我身后的这扇门 话音未落 身旁的人动了 我没设防 被一股力道推倒在地 耳边传来一声对不起 然后魏祥身后的门开了 紧随其后的 就是凄厉的惨叫 和重物落地的声音 我探出脑袋 JK女趴在一楼的水泥地板上 一动不动 身下是不断涌出的鲜血 我话还没说完呢 急什么 魏祥恨铁不成钢 我想说的是 这扇门是空的呀 嘖嘖 现在的年轻人 真沉不住气 我收回眼神 内心有些难以言喻地复杂 不过现在的我 也没那么多时间 伤春悲秋 哪里上九楼 我问 不用上去了 我不解 为什么 因为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魏祥一有所指道 什么意思 话没说出口 我突然感觉浑身乏力 头脑一阵眩晕 随后 熟悉的声音在脑内响起 宿主好久不见 我是你的专属系统001 恭喜你成功通关3S级 恐怖游戏副本 血梦学院 奖励会在稍后发放至你的账户 现在我会将你传送回总部 为避免系统故障 你的大脑会被强制关闭 声音越来越远 意识逐渐模糊 只记得最后 我换出口的名字 是贺景 从做快穿任务开始 所有人都说 干我们这一行的 最忌讳爱上客人 淋雨 不要动心 面对这样的忠告 我不屑一顾 真心 这玩意儿我从来都没有 可后来 我遇见了贺景 也许是那天海边的晚霞 格外漂亮 也许是少年青涩 又执着地稳撞到了我的心间 情不知其所起 一往而情深 那感觉说不清 道不明 那是我第一次 在任务中 体会到恋爱的感觉 疯狂分泌的雌激素 严重影响了我理性的判断 那次的任务 我失败了 看到贺景的最后一面 说我这辈子 都不敢回想的噩梦 那双温柔的眼睛 被人活活弯了下来 只留下了两个 大大的血窟窿 原本比我高一个头 接吻都需要俯身的少年 四肢进断 被人做成了人质 塞在了一个小小的水缸里 那一瞬间 我崩溃了 我毫无理智地 冲向罪魁祸首的家里 将他们杀了得干净 精神力紊乱 世界崩塌了 我站到主神面前 身形颓败 我想救他 我说 主神同意了 条件是我必须忘掉这段记忆 并无条件为他工作五百年 我答应了 贺景被送进了恐怖游戏养伤 我忘却一切 打工还债 我本以为 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贺景 系统却突然崩坏 我阴错阳差地 被传送进了恐怖游戏 这里就是一个巨大的赌场 主神将所有筹码压在了我身上 最终赚了个盆满钵满 于是我提前还完了五百年的账 和主神解除合约后 我带着全部积蓄和贺景 去了十分宜居的世界 过起了普通人的一生 我是被清醒的 毛茸茸的脑袋 蹭在我的脖梗 痒痒的 别闹 姐姐 贺景委屈地叫道 十几根滑溺的触手 抚摸着我的身躯 我瞬间打了哆嗦 想起昨晚荒唐的场面 我红了脸颊 艰难地拒绝 我不要了 贺景动作不停 可是他们想你了 全闻完